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式谁爱晚餐 美极带你拜访一个家庭 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做客 在台湾各地 都有不少老师在不知名的角落 默默付出 用心在陪学生 今天要拜访的是位在新竹的 热鞋老师之家 四 三 二 走 前面的一圈 所以你要达到我要的秒数 谢俊瀚 泰雅族人 俊瀚是监视国中的体育组长 也是用心栽培学生的热血教练 太太刘慧玉 为了帮俊瀚照顾学生 她每天都要煮十多人的菜饭 这是习惯了吧 不这样 我觉得还准备我会比较崩溃 慧玉的职业是活动主持人 感谢您的丽丽 等我们已经来到现场的所有来宾 所有贵夫来邀请您 可以先到我们 每集的谁来晚餐 都会有一位梦幻嘉宾丽丽 俊瀚和慧玉想邀请的来宾是 我想要动力火车是背叛情歌 那种转集 哇 唱得真的非常好听 我想要摇捧玉眼 反恐把他心就看到 哇 为什么艺人的一个毅力跟斗志 可以这么好 上正月是我大学有比赛 校内比赛唱歌 然后唱他的歌 然后管他 俊瀚有三个孩子 韩瑜 景彻 汉瑜 韩瑜 韩 在主动出生的他们 都很爱跟爸爸回坚实老家 因为那里有好吃的桑圣桶 俊瀚的爸爸谢建南 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平时跟儿子一起住在竹东 闲暇时经常回到坚实老家种菜 他养生啊 对身体很好 要吃就自己 这个是谁买给你的 胡娃娃买给你的什么 摩宝宝 摩宝宝 敬恨的妹妹谢萱26岁 担任国小客服老师的她 很会哄小孩 谢萱想邀请的嘉宾是 张惠妹她唱歌很厉害 然后跳舞也是 为了方便田径集训 经常有不少选手借助在俊瀚家 他们想邀请的来宾是 陈彦博吧 因为她拍那个电影出发吧 她感觉有点励志 到底哪位嘉宾会上门做客呢 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你是明天比吗 有飞起来吗 你刚刚跳多少 比完了吗 按单跳多少 这天 俊瀚穿梭在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会场 为即将参赛的选手打气 比较紧张就好好跑 你怎么练 你就怎么跑 好吗 主要是把你那个态度跑出来 全心要拿冠军 他们不会跑得好 比辣 比辣 这是比辣的问题 要不要选 我选 目标是222内吗 对 如果有的话 2000 就往心开了 想金目前没有 可是给钉鞋给鞋子会 就如果他跑得好 我买一双钉鞋给你 你刚刚有帮我把钱给老师吗 便当钱 便当钱 给了吗 好 给老师就好 俊瀚带学生出赛时 太太惠玉都会一起跟来 她要负责的事情可多了 订住宿啊 立便当啊 然后安排他们一些细节啊 交代东西啊 然后提醒吧 然后接送 比赛开始了 惠玉声势力竭的为选手加油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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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很好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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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像个啦啦队长的慧玉 原本并不赞纯先生花那么多心力 在学生身上 当年他生完老大五个月后 俊瀚就把选手带回家照顾了 当时他完全无法接受 因为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啊 我们可能出去找朋友 还要带三个股东生 就很烦 刚生下孩又开销又很多 所以我们就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都是一直是在 呈现那种 就是每个月开支 就是平衡 就是刚好 就是刚好打死 或是又要跟他借一点钱这样 只是就觉得那时候就会 看他们就都很不爽就对了 后来跟着俊瀚去几个家境 比较特殊的坚实学生家 家访后 惠玉的态度才发生转变 其实我很震撼的是 我跟他到那个孩子的家 家里也很简陋 也没有瓦斯炉 也没有厕所 门口是一大堆垃圾 就是家境状况也不太好 就是有吓到我了这样 然后那时候 可能因为生了孩子 就是母爱大爆发 就会觉得 反正就照顾 一起照顾这些孩子 第一名恭喜新竹仙甜心 比赛成绩揭晋翰原本就看好的甜心 果然赢得女子1500公尺决赛冠军 很大的那种比赛 自己还是会怕 就会有点紧张 可是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你对得起自己就好了 过去常得冠军的欣妮 这次得了第四名 她既高兴又难过 其实她曾经有很长时间 差点放弃跑步 国二到国三这两年 都是保持那种不想念的心态 就是很厌倦跑步 因为感觉很累 所以有时候跟老师会闹脾气 不想念课 后来在俊翰的鼓励下 欣妮才逐渐恢复斗志 趁着中场休息 惠玉准备了蛋糕想给当月生日的选手惊喜 没想到却出了意外的差错 不是 不是 我在哪里 你们在干嘛 破梗了 他们两个破的 破梗归破梗 大家还是照计划开心庆生 祝翰所带的选手 大部分跟他一样是泰雅族人 但也有少数 有比较特别的血统 这次他虽然外表看起来是原住民 其实他有一点香港的血统 没有 很坏 你该惹他 哎哟 这上去 这很烦 可怜 有惹到吗 有到了 惹到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学生到家里嘛 难免都会有一些那种 就练完膝脚很臭 不是脚很臭 然后我爸就闻到味道 我爸就问我说 他用原住民的话说是什么肉臭掉吗 这样 然后我就看说没有啊 没有肉臭掉 然后我就看他走上去 我就知道了 他的味道 他那个脚的味道真的是 很像腐臭的味道 哇 而且他走掉哦 味道都尝掉 还好啊 好 有时候他们的生活习惯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 比较有点出入 比如说一上来 很臭啊 他们脚太臭 有被熏掉 不会哦 他们一经过 那个味道真浓啊 当然久而久之 只好就接受了 心理上就都做一点好事啦 就当做是做福报嘛 七年前 俊翰开始免费让一些 住得远的学生来家里借住 能把学生接来住 多亏有爸爸建南打拼多年 买下的这一栋五层楼透天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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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后面这 外面是阳台 他们晒衣服的 他们自己独 这一层就是男生的独立空间 然后两个房间跟一个厕所 还有一个阳台 对 洗手间跟牌都有 他们都一起共洗 大概两三个人一起吃 对 你们几个人最多一次几个人吃 三个 然后睡地方 五六个学生加上俊翰家原本七口人 因此惠玉经常得煮十多个人的饭菜 就是习惯了吧 就是习惯了吧 寒暑假啦 我觉得寒暑假我会比较崩溃 寒暑假因为是为了要省钱大作战 所以会从早中晚都要煮 会比较焦虑这样 也是后来吧 因为刚结婚第一年没那么多人 就是刚结婚的时候 毕竟要学着当媳妇 就是会看一下食谱这样 然后第一年学生也没那么多 学生才三个 最多四个 是后来可能一直被迫进化吧 惠玉要存放那么多人吃的食材 一个家用冰箱当然不够 因此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冷冻柜 里面可藏了不少的秘密宝物 要煮什么材去买 或是前一天准备这样 另外 另外隔在这边 你们看什么 这边的大蜜香 这边就是冷冻柜 就是冰水饺啊肉啊那种 就是冷冻的肉品都会在这边 然后这些是什么 这还没烧毛 这有点可怕 这个是三枪 对 然后这个是飞鼠 这是我们收链计去打的 肥薯 对 我老婆她会自己料理她会用三杯 对就是可能吃出来就不知道那是什么肉 对像这就是山猪腿 对山猪腿 对山猪 对 对 他不吃他不吃皮蛋 学生练完跑步通常很饿 你真假 蜜玉煮的菜让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米淇淋大银 米淇淋 好好吃哦 比五星级还好吃 好吃啊 你最喜欢吃师傅做的什么菜 我喜欢 你看我就知道 太假 敷衍 就是他觉得我把那些规矩破坏了 然后我会觉得算了 我就疼他们这样 为什么我会很生气 其实到后来学生就是可能那天晚上都没回来了 蜜玉究竟破坏了什么规矩 让俊翰忍不住生气呢 别走开 下段马上回来 因为你导致现在这样的结果 每天吃过午饭 惠玉就会带着景彻和雨晗 去接已经上高中的选手 到坚实国中参加集训 你跟工智跟一店坐我的车 另外三个坐我的车 不担心 台阵弄到泡泡水 这很欠打 哪一个 要顾小孩又要顾学生的惠誉 经常处于忙乱的状态 还得随时切换频道 那一店你们考试是同一天吗 你们得高一了 完了 那你们晚上要开启读书的模式了 还笑 你们开启读书要练习了 你不是说你不要上来 又上来 平时俊翰是学生眼中亲切和蔼的体育组长 不过以教练身份钉选手练习时 他可是不够言笑 游出广播 大家跑在一起就他一个人在后面 那很明显就让我感受到他的心 他的灵魂已经不在这边 可是你当一天和蔼你还要敲一天钟 3 2 Go 那个谁 你的一千至少过了要255 所以用70秒去配 353535 拎起来 好不好 把他当作比赛去跑 然后田馨的话要3分 虽然田馨上个月才在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得到冠军 但这天他练习时的斗志和企图心都不够强 俊涵还是照念不悟 每个人跑到后面都是这样 就快死快死 你不是 你还是一样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如果把泰度跑出来了 你输掉了没关系了 你懂吗 至少你尽力了 我看到了 好不好 400好好把握一下 来吧 2 1 这样就对了 不要放弃 还没到终点 6 3 6 4 6 5 66 67 68 这才是你的实力啊 我的学生大概九成都是尖十乡这边泰雅族的孩子 他们其实真的很多人都对自己没什么太大的信心 曾经因为措失而想要放弃的举手 哇 太多了 我们这边的孩子真的太容易放弃 他也知道说我只要努力我可以打到什么样的成就 因为带过他引导过他 所以孩子其实自己都懂 可是那个背后的那个推死力量 如果你不带着他这样走的话 他们就即使他现在是全国冠军他也会放弃 在尖十乡太平部落长大的俊翰 因为家境贫困 从小就拼了命的想要考上大学 凭着优异的跑步成绩 考上并读完了台中体大后 他终于有了梦寐以求的教书工作 俊翰对学生的要求如此严格 也是希望这些部落孩子能跟他一样 借由田径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早期借助俊翰家的学生 有些来自尖十山上比较贫困的家庭 像国高中时经常得奖 目前在念体大的国庆 当年就是被俊翰发现有跑步颠覆 而说服他家人让他专攻田径 他们都说跑步怎么能当饭吃 对可是我后来有也是靠成绩 然后靠路跑赛有赚到一些钱 然后爸妈才没有反对我继续跑步 那时候最在乎的不是容易就是钱 因为讲白一点没有钱 没有办法缴学费 没有办法吃东西 对啊我到现在还是这个想法 借助俊翰家五年的伟名 后来也考上大学 但因为家境的关系而放弃 没再继续跑 现在是职业军人的他 放假时会经常回来探望老师 顺便帮帮忙 国一国二的时候常常喝酒 因为那时候念田径 常常跟外面的朋友喝酒 然后甚至还会抽烟这样 差一点要碰毒了 幸好我 然后老师那时候就是拉我一把 他就问我你要这边还是这边 我愿意跟老师好喝 我会感谢老师 因为如果没有他 不会有经验的我 现在住在俊翰家的五六个学生中 有因为住得太远 或是来参加集训而来借助的 也有远地牧民来接受训练的 我家在那个 就是金门里面的东宝 因为当初好像是国中教练吧 他说什么 他看我好像那个前例还不错 就是天分 然后他说他想把我拉来这 爸爸妈妈都是在山上工作 所以不是我个人在家 来这边住 然后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训练 比较方便 对啊 为了培养学生储蓄理财的能力 学生们参赛得到的奖金 惠玉都会细心地帮他们存起来 周末回家前 伊甸开心地来向惠玉勤款 我班要零一千块 结果刚打电话 爸爸自动打电话 我说买别的要多零一千 所以 那给你一百块 那 你看他的眼神 他眼神很开心 不可能 那怎么可能 他爸爸才不会 他很爱花钱 辛苦了 谢谢你 要回山上 在他的态度上 就是有很大的改变 不知道我觉得 这个礼拜 看他练习又开始 就是可能心情比较浮躁 我就有开始担心他 可是我在想 可能是想爸爸妈妈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算好 如果是其他的因素 那就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应该是不会 是 好啊 搞不好他回来又换了一个人 希望 希望 一定 把灵魂找回来 有听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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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阿姐 你别好多怕脑好噁心喔 你是多热啊 上面 有些会自己去剪头发 像这种像他一样 一直脱蛙 可以叫他去给阿姐 他就会说回去给我爸爸剪 对不对 你第一讲 好嗨 从一开始 嫂嫂她比较不理解 为什么当初要有学生住进家里这件事情 从一开始的不愿意到反对 然后一直到后面接受 甚至自偷腰包 帮这些学生买装备 买食材 然后跟 帮他们打理家里啊 然后住的环境什么的 我就觉得我嫂嫂很厉害 慧玉六岁时 爸妈分居 曾经过了几年借住亲友家的日子 愿意为学生这样付出 也是在给初她当年渴望 却没有能得到的照顾 然后其实 我真的没有什么印象有那种 一家人就是爸爸妈妈 还是说坐着餐桌吃饭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印象 甚至也没有说什么 全家去玩啊 那种亲子旅游就没有 也是自己因为没有过 所以会想要好好的在做自己该做的 就是不管是好好的煮晚餐给我 公公给我老公 或是照顾这些孩子 早期夫妻俩常为 该不该带学生回家而吵架 而现在反而是为了 对学生的管教方式不同而吵架 就讲收假好了 你收假就是九点前你要到 怎么十五分了十分 学生还没来 他就默默说没有啦 我跟他们说没关系啦什么什么 就是他觉得我把那些规矩破坏了 然后我会觉得算了 我就疼他们这样 为什么我很生气 是到后来学生就是可能 那天晚上都没回来了 他才跟我讲说 一点没回来 有打对话又不接 我就会开始生气 就是你因为你导致现在这样的结果 我其实很好笑 我以前我以前会跟他吵架很爱哭 可是到现在我会哭都是因为学生哭 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早生他 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早生他 然后就会觉得怎么讲 今天我强老公 慧玉跟大女儿的关系有些紧张 到底怎么回事 下段马上回来 谁来晚餐 谢谢 父亲 八六七 八一开始 818826833 X4 谁来晚餐今天来拜访的是热血老师 谢俊汉和他的家人 两夫妻花时间照顾学生时 多亏有妹妹谢轩帮她们带孩子 她穿着白衣 白衣是什么 白色的衣服 写清楚一点好不好 因为我上班在国小也是这一种 我下班回来 教完小朋友回来 又要看她作业 然后我就整个觉得 我不是下班了吗 为什么还在看小朋友作业 她有的时候就会 好累哦 就好不容易从那边下班回来 爸妈为了照顾学生而整天忙碌 大女儿韩瑜十分能够体谅 但她心里也免不了有些担心 因为看爸爸这样 天天不能放轻松 就要带学生去练跑啊 然后要记马表 要看谁跑得多快 然后如果颁奖 就要拍一些学生啊 然后又要早上 一大早又要载学生 就是会觉得他们很累很辛苦 你觉得爸爸那么累 为什么还要当教练 当然梦想也不能这样轻易放弃啊 这天是周末 俊翰带太太小孩 回到新竹尖石乡 去探望山上种菜的爸爸 经过尖石山脚下的这家小店 顺路进去吃早餐 走 走 殊山脚 是不是要吃我的韭菜和札蛋 好 我们这边都自己来 这边都自己来 然后这个 我們阿蘭隨心他練習 隨心連錢都給學的底 有時候會帶學生過來 之前有時候可能早上練習完 或是他們就超會吃 他們可能每個人都要兩個三個蔥抓瓶啊 還是什麼油飯這樣 然後結果姊姊都會不算他們錢啊 不然就是飲料隨便他們拿 他們也很辛苦啊 他養那麼多 培養那麼多人才 還住他家 吃喝拉撒 所以全部幫他們 所以 能可以做得到的就幫一下了 對嗎 同時泰雅族的老闆亞外姊 爽朗的個性和笑聲 充滿了故鄉人的親切 我剛來這邊第一年第二年的時候 我就來吃那個姊姊做的早餐 然後我們就很聊得開 講話也很投機 我們感情升溫是怎麼樣 感情升溫 所以我們去烤肉對不對 烤肉嗎還是 沒有我一直 對你一直心意很久 只是我不夠年輕而已 他有結婚我才敢這樣對他 沒結婚我還不敢 我怕他愛上我 對沒錯 對啊 我那麼可愛的人 每當在這邊吃完早餐 俊翰就能確定自己又回到尖石故鄉的懷抱了 請結婚 俊翰在尖石太平部落長大 國三時才跟著爸媽到主動生活 但他對尖石老家 一直有著很深的情感 尖石就是我的根啊 就是我的家 其實我很想讓我的朋友也都知道尖石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尖石其實很小 可是其實它裡面有很多很多很豐富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認識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親切感啊 好豐富哦 爺爺 你好 這邊有一個地方 爺爺好 而且 那裡還有 這個小狗很單小 是我們的 是你們的 爸爸建南 高中畢業後就到山下打拼 一年多前退休後 才經常地回山上種菜 這就是這樣好了 這最好就是生吃啊 連土都一起吃掉 哇 對身體最好 當年嘉平沒錢讀大學 是建南心中很深的遺憾 他在外地拼了命的四處兼拆、掙錢 讓自己的四個孩子都讀到大學畢業 賺到錢蓋房子啊 那這只要是讓孩子好好讀書啦 哎呀 不過 家中最會讀書的大兒子 在三十歲的時候 就因為流感而在七天內過世了 讓建南至今仍然相當不捨 覺得很突然啊 也是難得考上那個演出名特考 我們這個三七 演出名能直接考上三等特考 也真的很難 也真的是難為他 所以剛開始會不會比較不能接 沒辦法接受 不接受還是要接受 對不對 做了很大打擊 俊翰的媽媽受不了長子過世的打擊 也在兩個月內傷心地過世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 俊翰決定放棄在台中教書的機會 單會主動陪爸爸 對面是我媽媽的那邊 就是我媽媽的老家 有叫風水師看一下 我們其實也沒有算是很明信 可是短時間內 我媽哥哥走掉 那機率是比較小嘛 然後爸爸就有請人家有來看 就是我的阿公阿婆對不對 是怎樣 爸爸媽媽也順便那個 那個檢骨放在一起 雖然和特地返鄉陪自己的二兒子 俊翰還是沒有太多話可聊 但劍南也以行動來默默支持他 從去年七月我媳婦生病沒有做事的時候 那個貸款也是我在付啦 一年多前 惠玉罹多發性急性神經發炎而暫停工作 住院期間 學生們的噓寒溫暖讓他很感動 聽起來我很嚴重 所以他們很擔心我會不會亂想 或是我自己一個人在醫院感覺我很可憐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是一直密我啊 還是打視訊給我啊 然後就 那時候就有被他們這樣窩心到 有發現講一下就準備這樣子 沒有 我覺得是你要請他出來準備 因為我講很奇怪 他就請名泡 然後就什麼正式開始 然後就直接下 我們就是隨便的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我還真的沒帶水 我從早上到現在不敢喝水 身體康復後 他很珍惜每個得來不易的工作機會 為什麼不敢喝水 因為其實我最近有點變胖 所以我今天 其實這幾天我什麼水啊 吃的都有點很少 看一下那邊你就知道我的壓力多大 是不是有影響到你的 疫情一定影響 我原本分九尾牙 就是十幾場吧 就是剩一場 取消 對 取消 然後原本說演起 可是到後面也不了了之 對啊 因為就共體時間 沒辦法 雖然主持機會大幅減少 雖然主持機會大幅減少 雙性家庭少了一份薪水 讓夫妻倆的經濟彈子變重 但這並不會影響到他們對學生的日常照顧 比如就幫他們買過一些便服啊 衣服 褲子嘛 開學買過餐盒 餐盒嘛 然後皮鞋 就是他們上課有的 保溫品 之類的啊 就是很琐碎的 還有什麼洗髮精霧 OK啦 就是小錢啊 沒有到搭錢啊 就幫他們當自己的弟弟小孩 所以也不會特別跟他們去 拿這個錢 因為對我會覺得就是 幾百塊的東西 就算了這樣 貴賓所有的來賓好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的太子鼓振團 蔣你這樣不行 蔣蔣那邊太滑了 人怎麼樣花擋 好了 起來了 不聽話 阿嬤生氣了 惠玉的舅舅在台中開民宿 媽媽常過去幫忙 惠玉主持完南投的一個 建案開幕儀式後 一家人順路去看媽媽 在新竹 惠玉每天都要張羅 十幾個人的飯菜 來到媽媽這裡 她終於能夠鬆一口氣 看到我媽我就不想動啊 所以真的是回來就躺著啊 或幹嘛的 沒有 我去用個豬腳給你吃 現在比較希望的一點就是 她結婚那麼久了 她都有煮菜煮飯 還煮給學生吃 吃點是不錯的 可是她長這麼大 我還沒有吃過她煮的一頓飯 你兩個那個中間的吧 三個都 三個都是這 三個 我看 檢查過了 結果就說中間是我吃掉的 你是覺得 希望更好運就對了 讓你老婆運氣更好 對 更順利 去外面的時候 對 出門就衣櫃人 對不對 舅舅問俊翰是否想再生孩子 沒想到卻不小心揭開 惠玉和大女兒之間的情節 如果不是包生男 她不想冒險 我每次都說 她對我的大女兒不好 會嗎 有沒有覺得 大女兒特別兇盈 對 哪有對你期望特別高吧 還好就算了 惠玉22歲時生下大女兒 沒多久就開始照顧俊翰的學生 所以經常不自覺地 用對待國中生的態度 來跟大女兒互動 讓母女間的關係有些緊張 然後就會覺得 怎麼講 阿嬤 阿嬤拿冰給你們吃 快點去 阿嬤 我要買冰 去找阿嬤 阿嬤 我要買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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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他們撒沸 可能也是因為 我覺得我比較早生她 然後就會覺得 怎麼講 跟我搶老公 後來都當成大人 就是在溝通 然後我又對她很兇 因為我覺得她就是可能 有點像弟弟妹妹這樣 就是做錯事 我覺得對她很嚴格 她有時候會覺得 我是不愛她 出生單親家庭的惠玉 一直渴望擁有完整的愛 對大女兒的複雜情節 其實也來自於對俊翰的不安全感 我把她擺地 對啊就是她 然後小孩子 然後才是我 然後可是她就會 讓我覺得說是她 然後可能家人 然後才是我 我覺得一個人可能就是十分 那你可能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都放在別的地方了 然後我可能就剩下按一跟二 對 會希望這個比重多一點 要照顧我們三個媽 然後又要照顧學生 就是會覺得她們很累很辛苦 如同惠玉渴望俊翰更在意自己 韓玉雖然很能體諒爸媽的忙碌 但她內心其實也渴望跟媽媽更靠近 想要媽媽陪我去買東西 玩具 雖然暫時拉不下臉來跟大女兒示好 但惠玉心裡 一直有些話想對大女兒說 假設今天只有一天 我可能會先跟我的大女兒說 其實我很愛她 因為我其實對她非常兇 而對於讓自己 終於有家歸屬感的老公俊翰 惠玉心中充滿了感謝 就是她可能知道我一直 就是想要有一個完整的家 然後 應該是一個夢想嗎 還是就是從小就渴望吧 她如果說今天真是生命的那個鏡頭 我可能就是會 好好的謝謝她 謝謝她 在這個 短暫的人生 給我這一段然後是 幫我完成我的 夢想 心願 就是一個家 爸爸媽媽小孩 然後一個家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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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嘉賓究竟是誰呢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唷 誰來晚餐 到底是誰 我 希望我們繼續騎站下去吧 至少遠個小時 來賓上門前的前一天 俊翰家人就開始 興致勃勃地猜測了 我覺得 我猜是傳營服 我希望是動力回收 為什麼 他們的演餐會 紀念的演餐會門票 我買不到 那最後有可能 就是這三個 來賓上門的這天中午 惠玉開始為晚餐備料 她想請來賓吃的菜 足足有一長串 然後我想做煎鮭魚 韭菜花 跟花枝中卷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我爸爸昨天帶的高麗菜 然後還有現在 我爸爸種的那個 佛手瓜 菠菜炒蛋吧 因為我們覺得很喜歡吃蛋 然後再甜豆啊 炒 豬包菇玉米 空心菜牛肉醬 緊張死我了 真是的 我不緊張 因為我知道動力回收會來 我剛剛沒有心電感應啊 這個就是我們的珊瑚椒 香菇 蒜頭 馬告雞湯 田味手拉 田味油 我們都會唱吧 那不吿 那我們先練一吃啊 開始了 1 2 3 田味手拉 田味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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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場上 學生們煉起泰雅族歡樂歌 蕙玉三個孩子和妹妹謝萱 也都趕到現場 到底哪位嘉賓會歷齡呢 我覺得是東里火車 張貴妹吧 東里火車 彤 余彥 陳葉伯 我想要跳成樂 林輝瘦啦林輝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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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喔 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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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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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彼 彼 彼 大家 請我們來個老師啊 跟我們趕快樂囉 彼 彼! 彼 彼! 彼!! 大家好 你們哪一個是老師啊 剛才的人好年輕的人好嗎 好開心喔 聚館是 開心 師父可以握手嗎 非常開心 師父可以握手 會遇嗎 對 謝謝 答案揭曉 今天的來賓是俊翰最喜歡的原住民演唱團體 動力火車 劉秋心和顏志玲帶來了各式各樣的零食跟學生分享 買的都吃 買的都吃了 買的都吃了 來 大家就拿起來吃吃 秋心和顏志玲早年都是從屏東排灣族部落北上發展 經歷過一段艱苦奮鬥才在演藝界大放光芒 他們單刀植入地問孩子們 生活中哪件事讓他們覺得辛苦 你覺得你最辛苦是哪一面 冬季訓練 為什麼 一大早可能天氣還沒亮 然後就要起床 然後我們之前還有去過我們監視的後上 還把一千多 還有一次遇到下雪 下雪跑 那感覺不一樣 特別孤單 好像訓練都是很 本來就是很枯燥乏味的 其實我們以前唱歌也是 我們也是在台南唱歌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什麼錢 我們的房租是兩千四百塊 然後我們的薪水是兩千七百塊 你看只剩下三百塊 那一個月絕對不夠 但是我們還是撐過來 因為那是我們自己很喜歡的工作 聊著聊著 秋心居然注意到學生腿上的傷口 你們那個傷勢 不要騙人喔 要講真的 太快 然後殺不出去跌倒 哇賽 太快了 太快了是不是 你去換煞車嘛 去旁邊那個機車行換一下煞車啦 騙人 通常都是騎摩托車跌倒 你的 你的 所以我覺得原住民練運動 最大的優勢 大家都是很樂觀 很能吃苦啦 可是他們都局限一再 好我們像平常訓練 或是平常這樣子 有時候有效 可是到了舞台上 他們就很... 很怕喔 應該是會緊張啦 他們就很緊張了 一定緊張的啦 一定的啦 怎麼可能會緊張的啦 我們以前上台唱歌 所以第一次第二次上台的時候 都很緊張 多唱幾次 突然發現你可以很享受 這個舞台上 《動力火車》 以他們的老哥 不甘心不放手 來勉勵部落孩子 永不放棄朝夢想前進 是誰說過 不再追逃 還是讓你 怨我的夢 想放棄卻不能甘心放手 有你在夢中 有你在夢中卻苦痛了我 等你傷心不如學會成熟 反正你不會是我的 想放棄卻不能甘心放手 有你在夢中卻苦痛了我 等你相信不如先忘記你 反正離開你的人是我 我完全沒有想到是你們耶 好開心喔 我昨天就有做夢 他說他真的 他還跟他做夢 我昨天做夢 你們說今天會來耶 他是認真的喔 他認真的喔 他認真的 很開心喔 真的喔 門剛剛一開的哪裡上 你有去他夢裡嗎 沒有嘛 我也沒有去你夢裡啊 探望完學生後 邱欣和志玲來到俊漢家吃飯 邱欣很想知道 惠玉為什麼願意照顧那麼多學生 一開始就是四五個就這樣帶了 不是一個一個嘛 對一開始三個 那時候就是真的會一直吵架 可是可能是因為我很黏他 所以我就是不管 就算不高興還是會一直黏著他 就跟著他比賽啊 跟著他去看學生練習一直黏他 可是那時候是真的滿生氣的 應該是會的 這絕對是正常的反應啦 對啊 那時候就太生氣 然後呢 徐子還沒接受嗎 接受了啦 現在我是教練 她是助教耶 我們那時候也是因為 那幾個小朋友真的滿乖的 就真的很乖 然後也會幫我照顧小孩子 當初我老婆其實一直反對 不斷地反對嘛 然後其實一直磨合 甚至是吵架 可是我發現 你與其討好他 倒不如你搬的 另外一搬拉到你的世界裡面 你把他自己籠碌在這個裡面之後 他反而比我還投入 夫妻倆有志一同的照顧學生 卻少有單獨相處的時間 俊翰想知道 演藝事業忙碌的動力火車 是否有同樣的困擾 有的時候夜深冷靜的時候 加一杯酒的時候 覺得說我對不起我的家庭 我啦我會 可是重點是要加那一杯酒 對 我是想說你們有沒有可能有的時候 也會覺得說 怎麼樣去經營你的家庭 陪伴他 可能要問這裡 因為我跟我老婆才結婚兩年 然後 然後 然後我一直覺得 還有魔科技 教一下 我今天其實碰到君 他真的很佩服他 就是說真的 可以帶那麼多的小孩子 其實 我的方法就是 常跟他視訊 然後跟他 因為有時候人不在他身邊 然後跟他聊聊天 感覺就是有在在乎他的 在乎他 那現在比較多時間在台灣 我們就會有空 就兩個都會在一起去爬山 或是一起去吃飯 然後 就是有一些我們可以做的 就盡量去做 這個 這個你應該都知道 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是一個 好好先生 他想知道 他應該就算 君看感覺就是一個 好好先生 其實都是我 對 其實 在帶的都是嫂子 真的嗎 但是我認為 就是老師是很有善良的心 智琳有兩個寶貝女兒 她和女兒的感情相當好 會遇向她請教 如何拉近親子關係 我都會把我大女兒 當成國中生在對待 然後就會反而 就是我對她很兇 然後你看她對我 現在開始尷尬了 就是 反而她跟姑姑還會說 姑姑我好愛你 可能會跟我就有點尷尬 對不對 有距離感還是會怕妳 還是說 會怕 因為她沒有辦法跟你撒嬌 她跟你撒嬌妳就會 會拒絕 對 我的錯 所以妳要問我說是 怎麼跟小孩子 其實是 我呢 在家裡 我老婆是 就是專門管他們 管兩個小孩子 然後呢比較 對他們比較兇一點 我呢就是 算辦那個白臉的那種 是應該這樣 被欺負的那個 然後呢但是 就是 媽媽罵完 我就會 把門關起來 就好好跟她講 這個事 為什麼妳為什麼被罵 然後 沒事 就會 她會比較舒服 然後 然後我都會抱她們 就是每一次我回家 她們放學 兩個小孩 我一定要先抱她們 讓她們覺得 我有關心她們 給女兒聽 你看她開始跟我很尷尬 欸 還是在我這邊 她覺得很尷尬 好 親愛的寶貝魚 一直以來 媽咪都認為妳是很棒的寶貝 常常從妳不經意的提起以前 常帶妳做的事情 媽媽自己才想起來 跟妳有很多的好回憶 但是今天寫卡片給妳 希望妳一定要記得 媽媽也是超級愛妳的喔 只是希望妳可以 當弟弟妹妹的好榜樣 媽媽真的真的很愛妳 真的 要更乖巧 當媽媽的小幫手 媽咪 喔 去抱媽咪 可以嗎 她現在很尷尬 她想哭 妳是不是想哭 我在旁邊聽我都想哭了 那我先哭了 剛剛都犯累了 尷尬 更尷尬 還不知道要怎麼抱我 我三分鐘都不閒場 好了 妳要回藍她做 妳要不要加油 這兩年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 謝萱很關心偶像的演藝事業 是否也受到影響呢 從之前疫情開始爆發 然後延燒到現在 你們的演藝工作事業方面 有沒有受到什麼樣的不一樣的影響嗎 我們2020年大概只做了兩三場表演 有酬勞的 我們一般一年大概也 最少也要有30到40場 2021年過年後到現在好了 有比較多一點點可能是五六場 但是也真的不多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存款也是快要不足了 對啊 我們已經不算排完組了 已經快要存款不足了 對 之前是真的是 每一年可能就會想辦法出國了 想說帶小孩子 比方說去滑雪啊 那今年就 只能在台灣 帶他們去 比方就去墾丁玩 去台東 然後還是要帶孩子出去 讓他善心一下 動力火車親切溫暖的交流 讓俊和家人和學生們 都非常開心與感動 沒有 我們只是希望可以 我們這一年的動力都有來了 動力啊 動力都來了 動力有動力 其實我們都是以落軍的那個心態 對 落到了 對 好感動喔 我們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歡樂 有 那真不認識我們 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是真的希望我們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可能很多人都會想 看到動力火車 你看到我們很開心的話 那很好啊 那我們就讓你們看到就好了 他真的是很辛苦 可以帶著這麼多的孩子 一起運動 一起訓練 我是希望他們這些 每一個孩子都能夠 以後都能夠好的前途 然後每一個都是 很好的一個運動員 最主要是堅持 他們很堅持 努力地去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要珍惜大家 在一起運動的時光 然後也要好好謝謝這個老師 還有師母 就是很感動他們真的就來了 就會覺得哇 好不可思議喔 然後跟他們分享就是我們的生活 那就是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以後我沒有想過吃動力火車回來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 我當下是非常非常開心 而且很親切啊 跟他們聊天 真的很像跟部落的就是哥哥聊天 那種感覺 那時候就覺得哇 我竟然牽到動力火車的手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今天都不要洗手了 我今天都不要洗手了 走到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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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之間 愛很圓 天爬了成長和所有是年 天爬了成長和所有誓 年 請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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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ade 謝謝 nasze 幸福在晚餐之間 卻悄悄的不告別 誰能選擇 這樣的緣分 誰能...